我误了 红军 你误到什么了 前辈肯定是想放走他 再由这个雷之魔神引出石臣道人 最后再将他们全部一网打尽 前辈就是前辈 果然格局够达 红军啊红军 你终于开笑了 这两夯货在笑什么呢 此时的天道 找寻不到红军 也回到了这里 看到红军后 便气愤的直接抓住了红军 红军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你干嘛的还敢回来 地道 你还在这针对我呢 石臣已经准备入侵洪荒了 我是被石臣给抓走的 我看你还是先想想办法 如何对付石臣道人吧 卧槽 果然真的是三千魔神 红军 你本身也是三千魔神之一 你该不会是石臣魔神派 回来的卧底吧 地道 你误会了 我看这红军应该不是卧底 刚才我们已经会过了 三千魔神的雷之魔神 看样子实力不咋低 前辈 那雷之魔神人呢 这雷之魔神的实力在三千魔神里 只能算是垫底的 让我先把他给嘎了先 那雷之魔神已经被我们放走了 卧槽 前辈 你这样做不就是放苦归山吗 我要的就是放苦归山啊 这是陈魔神妄想统一混沌界 我倒想看看他要怎么对付我们洪荒 卧槽 前辈 你这是在搞什么飞机啊 若是三千魔神聚集在一起 就算是有一百个我 也不够他们打的 地道 你放心吧 到时候你一边看戏就好了 不需要你出手 是啊 地道 有老师在 你怕什么 此时的梅之魔神已经顿入混沌 来到了时辰这边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连个小小的红军都看不好 还被人打得一身伤 你简直是给我们三千魔神丢脸啊 时辰大哥 他们有好几个人 我打不过也很正常啊 你还敢在这里狡辩 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打你的明明就是一只猴子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动手 奇怪了 那只猴子为什么长得跟我那么像啊 时辰大哥 既然我们的一举一动你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为何不出手帮我呢 你在教我做事啊 就算是我出手 那又如何 你这个废物 时辰道友 这红军是个老鹰帝 雷之魔神会被他呼吁也是正常的 我也被红军给阴了很多次 我看不如让我去洪荒 把这个红军给再抓回来了 已经没有必要再抓红军回来了 这红军反骨仔一个 既然他不愿意帮我们做事 那就连同他一起灭掉吧 那时辰道友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亲自到洪荒一趟 探探究竟 时辰大哥 我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给你带路 你这个二货 你就给我待在这好好反省吧 他们的位置我一算便知 还用你来带路 你还真把自己当跟从了啊 杨梅 你跟我一起去 好的 时辰道友 第十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